是逢现在冬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湾吃到饱,集成火锅 本人对台湾吃到饱的文化,真的感到非常惊艳 这间火锅有生食,也有提供熟食 当时,他们的主题是,以泰式料理为主 所以熟食的部分,都以泰式菜为主 这两份,就是我一人所拿的份量 给大家开开眼界 台湾的吃到饱餐厅是怎样 眼花缭乱的调料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的,我全都要的水果 任选任拿的饮料与甜品 水果汁也看到 水果汁,汽水不行 茶类也能提供 啤酒,巧克力奶,咖啡 茶叶包,任君选择 连小孩的最爱 零食薯片也可以出现 这不是经典的台湾芋圆吗 各式各样不同口味的冰棒 女孩的最爱,冰淇淋 没有看错的巧克力喷泉 用另一个肚子装的小蛋糕甜点 终于来到熟食部分 各式各样 零零总总 这个七里香 好像是鸡屁股来的 还看到喜欢吃的小鸡腿 之后是泰式主题的菜式 看到每个自助餐 都一定会看到的热汤面 我很开心耶 竟然在台湾看到家乡的港式鱼蛋 最后就是这间名字的重点 火锅配料 满满蔬菜肉类 无线供应的饮料